台北市议会开议当天 看看蓝绿这气氛就像开学一样 国民党议员刘采薇 拉着民进党许淑华 林亮君 三个人开心合照 仔细看长进的还是国民党的张维元 这打破过往的对立气息 似乎只有蓝绿而已 反观民众党议员除了张志豪 其他人似乎置身室外 都坐在角落位置自顾自的聊天 是否也在商讨 开议之后蓝绿已经宣告 要冲着柯文哲的四大案而来 针对南港转运站 也要成立调查小组一并来做调查 针对大巨蛋我们也要求 立即成立这个所谓的 审议评估委员会来进行评估 不管有没有调查小组 只要是我们觉得有疑虑的话 我们都还是会针对各单位 来去做索取资料的部分 毕竟除了金华城案 柯文哲任内还有北市科 南港BOT案 以及台志光和雨果市场改建案 每件案子都还有待厘清 再加上身为台志光案 关键被告的陈崇文 也已经交保回到议会 虽然在开议这天 陈崇文抢在一早就来签到 领完出席费后不见踪影 但外界也担心 陈崇文重返议会 是否也代表 他有可能得知调查进度 那我们台志光专案调查小组 也有我们的成员 而且我们是采取秘密开会的方式 如果他要知道的话 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议会有在做 警用监视器的相关调查中 委员会参加是最好可以回避一下 包括警政卫生可以回避 确实陈崇文有自知之明 选择进入教育委员会 要回避到底 而还在被羁押的 国民党议员应小威 则是进入民政委员会 只不过这会期总共少了七席议员 还有两席卷入弊案 未来蓝绿白如何在科案上攻防 北市议会暗潮汹涌 东森新闻中家号周沛宇台北报导